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贸中心 1948年洛阳解放前 老城的城区基本保留了公园 一二一七年今 在洛阳设金昌府时的建筑格局 老城之名由此而来 今代定洛阳为种经 改河南府约金昌府 并河南陷入洛阳县 时因洛阳旧城回汽 便在隋唐城东北角另入新城 周围不独九里 即今日老城之前身 它仅是隋唐洛阳城的一小部分而已 自元代时 洛阳不复为经 将为河南府至 明代河南府下洛阳 衍师 拱县 孟金 登峰 兴安 免时 夷阳 永宁 松县等实现 又是夷王和福王的封地 清代洛阳人为河南府至 民国元年1912年 民国建立沸河南府 涉河洛岛 到引公署铸洛阳 霞洛阳 衍师 等十九县 民国九年 1920年 直系军阀吴佩孚 寒军洛阳 在洛阳设置了两国巡院 使公署和陆军第三师司令部 民国十二年 1923年 河南省长公署 适于洛阳 洛阳成为河南省会 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日军进攻上海 发动一二八事变 国民政府迁督洛阳 七七事变后 华北大部分地区沦解 洛阳成为北方抗日前哨 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赴洛阳 民国二十七年 一九三九年 秋 河南省政府再次迁路 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 一九五四年 洛阳市升格为河南省直辖市 四年 洛阳县撤销 一部分并入洛阳市 其余部分画入掩知 孟金 宜阳等县 一九五六年 相继建成洛阳市老城区 西宫区和郊区 次年成立沉河区 一九五八年八月 设老城区人民委员会 后改成老城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辖东街 西街 西关三个分社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老城区 西宫区合并为洛北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增设西宫分社 一九五九年三月 改称洛北区人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洛北区人民政府 改称老城区人民政府 直至一九八八年建制基本不变 经过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七年两次调整和机构改革 区政府机关变为十七个智能部门 三个内设机构 老城公安分局 老城工商行政管理局 实行是垂直领导 监察局与纪委合数办公 2000年七月市区化调整后 原郊区的芒山镇和洛北相似的行政村 化归老城区管辖 老城区并成立洛普办事处和农村经济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农业办公室 截至2000年12月 老城区实行了城市区管理乡镇的组织体系 河南洛阳 1983年 摄影 卡特被史蒂文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